民众党的风波卫平 还有主席柯文哲又被爆出了 说拿了选举补助款4300万购置商办 立委陈钊兹面对这样的争议 爆料说前总统陈水扁也是一样 又再掀起了绿白论战 而同党的张旗凯在昨天在节目上表示 说新会期要废监院 让绿营再炮红说是撒怨报复 监察院他功能不脏 他又不把人民要的真相给你 不值得继续存在啊 他的机关的钱就是应该要砍掉 民政党主席柯文哲 深陷政治现金风暴同时 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展开 面对白营费监院主张 绿营炮轰 侠院报复 蓝白果然是哥良好 一对宝也都不学好 为修宪而修宪 他是国人难以接受 这是错误的宪政操作 自打嘴巴 上个会期 陈廷辉等31位民进党立委 还提案哦 监察院院长陈吉都说 推动三前分离三一辈子的理想 绿白先建朝而柯主席以个人名义 用4300万选举补助款买商办 面对外界疑虑立委成招姿出面缓甲 尤其那个陈总统栽培的好几位 他们选举补助款好像也是 就这样拿走也没有来支持陈总统 不过这一句剑指绿营也做过在引发绿营不满隔空回击 选举补助款应该是政治人物自己面对社会 他存入一心 民进党如果你要批判这件事情 你也要把自己的历史回顾一下 但其实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并没有明文规定选举补助款使用方法 也让蓝绿直言可以再讨论 未来在修法上是不是应该要再加上一个 不能作为个人之用 或者个人利用成立个人的基金会 民进党火烧连环船也显现法律漏洞 新会期不论是费监院还是补助款 都将成为关注焦点 接着黄自晴彭宇德台北报导